不得了啦 最近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呢 闹得沸沸扬扬的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跳出来 不断发出严重的警告说 我们如果让美国的债务呢 达到上限 那后果是非常恐怖啊 这样经济会暴跌啊 经济会大衰退 全球经济苦哈哈 但是很奇怪哦 因为目前市场看起来 这风暴来临之前却是没有什么紧张 所以到底严不严重呢 美国国债到底又是什么东西 美国债务违约上限到底又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违约的话 对你跟我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你有钱投资在市场上面任何东西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是拍给你看的 哈喽我是Bonnie 关于美债各种的新闻媒体爆炸式的轰炸 但是呢都讲的好难哦 好难消化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样用简单的方式讲给你听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一个头两个大哦 因为他正在面对美国债务上限的这个危机啊 这听起来是一些很专业的名字 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对吧 这一集聊完呢 你就会对整件事情有充分的了解 如果你喜欢这种关于钱的话题呢 请帮这支影片按个赞 鼓励我们花时间研究整理的努力啦 好我们开始咯 美国的债务上限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可以借款的最大金额 你把它想象成政府的这张信用卡额度好了 政府会用这个额度来付这个公园的薪水啊 来建基础设施啊 补助这个州政府 你想得到的所有政府花费就是用这一笔钱在支出哦 比如说恶务战争 那美国不是也有补助援助吗 也是从这一笔钱出来的 所以花出去的钱就像我们信用卡一样嘛 会有一个额度的上限 信用卡刷爆了透支了怎么办呢 那就请银行提高信用卡的刷卡金额嘛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刷卡 继续支出继续借款 这是一样的类似的概念哦 美国国会他就扮演银行这个角色 他负责控制美国政府的支出 由国会来决定说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花这一笔钱 目的就是要限制执政党的这个权力 你总不能说选上总统就开始可以决定乱花钱吧 所以就要让一群国会的议员呢 一起来决定要不要花这笔钱 不过呢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控制美在上限的这个权力呢 常常被拿来当作政治角力的工具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印象就 川普之前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不是想要在美国跟墨西哥边境盖一个围墙吗 那当时川普呢就曾经因为想要通过一笔57亿美金的预算 去盖这个围墙 然后跟国会杠上 两边人马潮翻天啊 搞得大家停摆35天 造成上亿美元的损失 我们刚刚讲到两党嘛 我们再来挖掘一下历史哦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美债的上限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1917年呢 当时的这个美国国会跟政府都同意说 因为美国有政党轮替啊 所以为了防止美国政府超额发行债务 可能会把一屁股的债务烂摊子 留给下一任的政府 所以美国国会呢开始规定了发行债务的这个上限天花板 然后由国会进行监管 美国国会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投票决定说要不要调高这个债务的上限 调高的金额又要定在多少 就好像是这个信用卡的上限一样 所以说两党如果不能说好同意一个数字的话 那美国国债就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我们回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呢 美国政府可能就会关门几天 然后这几天的时间之内政府就会把国会找来谈判啊 政府就会问国会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是希望我们配合 有没有什么条件 国会就会趁这个时候呢 列出一些希望政府合作的事项 当国会得到了他们的这些要求呢 那国会就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这数字上面呢 跟政府达到一个共识 讨论到最后双方都满意了 那大家就重新开门日子继续过 OK以上聊的就是跟美国国债的上限有关系 不过我们退一步来想 那这债务是哪里来 这要干嘛对不对 美国政府的运作需要很大一笔钱来运作嘛 那这个钱呢 主要就是来自税收跟发行国债 美国的国债呢 也就是美国政府主要的这个融资来源 就是美国政府在跟大家借钱 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市场之一哦 美债的市场呢 是金融事件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哦 加上呢 这个美国政府有信誉加持的保证 对不对 很多时候美债甚至被大家认为是 近乎是没有风险的啊 但真的没有风险吗 5月初的时候 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把全世界搞得紧张兮兮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5月1号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共和党 还有民主党的这些领袖 信里面说 各位啊 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呢 写信给你过 当时我就在信里面提到说 今年6月以前 对不对 政府的支出 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错了 这状况改变了 在审查了最近联邦的税收之后呢 我发现啊 可能最快在6月1号 我们政府就会透支了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期限之前 提高或是暂停这个债务的上限 到时候政府呢 可能会直接停摆 后果会很严重 这上限是多少呢 31.4兆美元啊 新台币966.5兆 这信里面讲的是非常的可怕 如果债务达到上限不处理的话呢 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再做任何支出 这就表示呢 没有办法支付国债的利息 然后呢 就会造成所谓的国债违约 国债违约呢 对于美国国债的持有人来说 风险很大 那到底是谁手上有这个美国国债呢 目前除了美国自己的这个美联储啊 自己的这个退休基金还有金融机构 持有一部分的美国国债之外呢 还有很多国家手上也有美国国债 但是美联储他自己不是升息缩表吗 意思就是说美联储他们不会再去吃 再去吸收这些美债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会不会帮帮忙呢 国际上面呢 美债的前三大持有国 分别是日本、中国还有英国 根据报导呢 这些国家大概持有2兆5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如果这个美国国债违约了 那证券的价格就可能直接崩盘嘛 那所有持有人那就亏爆了不是吗 我们再继续想想啊 如果被抛售导致价格下跌 那这样大量的卖压也会让这个证券的利息飙升 除了未来呢 美国必须要用更贵的成本来发债 利率上升也代表 美国房市的这个利率可能也会上升嘛 那买房子就会变得更贵啊 很多人买房子付不起了 那就又违约了对不对 所以一旦大家买房子都违约了 那房市是不是也要崩盘呢 房市股市那银行呢 想一想啊 三月倒闭的这细股银行 Signature 第一共和银行 都是因为利率的上升 当时呢 这个投资人一看 哇这些银行账面出现大量的亏损 对不对 吓死了 都想要赶快把钱提出来 然后造成严重的银行挤兑 所以才会一直传出说 这个银行也危险 那个银行也水深火热 那你再想想 有多少银行会接连倒下呢 当所有人都想要撤资 银行倒闭 那股市危不危险呢 股拍啊 再继续下去呢 可能还会出现什么 公司还不起债啊 公司也违约啊 或者是公司为了节省成本 开始裁员啊 劳工失业 这些都是 股拍一张退一张倒呢 那可能就会重创经济了 我们要花好多好多年呢 才能慢慢走出这样的悲剧 而且你想哦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 美国国债的风险太低了 有时候算这个风险的公式 还会直接把美国国债的风险 直接算成零啊 如果连这种所谓 这么安全的资产都倒下来了 那请问市场上面 大家还要相信什么呢 你还能相信市场上面 什么是安全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它影响牵连的层面实在太大 这海啸冲进来 大家都是无处可躲 市场上面一部分的声音说 哎呀 你们不要讲的那么夸张 不要紧张好不好 这事情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你看一下 过去历史上 每一次快要到上限 不是都瞧一瞧 对不对 大家讨论一下 提高上限就好了吗 这种讲法 没错 如果在大部分的情况来看呢 你如果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 怎么自衡的话 是不用太紧张啊 政府官员拿这个事情 当做谈判的筹码嘛 最后大家还是会同意啊 要通过美债的上限 对不对 就还好嘛 迎刃而解啊 但是有没有例外过呢 有哦 他们真的曾经就让美债违约过 过去这个世纪呢 就已经发生过 两次非常重大的违约 从1933年 美国罗斯福总统执政的时候呢 为了要对抗 当时非常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政府必须要举债 发行更多的钱来救经济 但是呢 当时有个问题 就是 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 跟现在不太一样 以前美国政府要印钞票的时候 手上要看有多少黄金 才能印多少钱 对不对 但当时呢 美国人民非常喜欢收集金币 黄金呢 很多都在人民手里啊 政府手上的黄金不够 就没办法发新的钱 所以呢 当时政府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签署了一条行政命令 叫做6102 内容就是说呢 规定民众持有多少黄金就违法 然后呢 政府限期啊 用非常低的价格 收购大家民众的黄金 这就是一次非常梗的违约 政府直接改掉整个金融规则 再来另外一起 很重大的违约是发生在1971年 美国政府呢 因为当时飙升的通货膨胀 对不对 长年贸易的逆差 还有打好久的越战哦 财政受不了的情况之下呢 当时的尼克森总统宣布了一件改变 全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改变 他让美元跟黄金直接脱钩啦 也就是说呢 从此以后 政府要印钞票 不需要有同等的黄金来储备来支撑啦 这一宣布呢 等于就是跟全世界说 Hello 现在呢 印美元不需要黄金咯 美国从那个时候呢 也开始透过调整利率的方式来控制经济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哦 市场走向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浮动利率的年代啦 当时的尼克森总统 除了宣布美元脱离黄金体系之外呢 美国还要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什么森林的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呢 1944年 二战达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呢 当时为了要安排战后的欧洲经济重振 对不对 想要给大家市场信心啊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就把这些领导人都召唤来 这个布雷顿森林 在这个地方呢 他跟大家宣布咯 他说我承诺啊 要让你们的货币都可以用美元来结算 意思就是说 美国会用35美金一盎司的这个价格 来收购各国的货币 等于是美国愿意来当做 你们各国国家的这个桥梁 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说 货币升值贬值 会造成经济的波动 你们各国呢 就专心的发展经济 进行贸易 累积资本 重新建设就好了 概念大概是这样 总之呢 当时各国都很开心 哇太好了吧 有美国这个老大哥在背后撑腰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专心搞经济 然后时间一久呢 各国家就开始从这个二战的阴霾中 恢复过来了 但是惨了 因为美国慢慢发现 我自己国家里面的现金不够用了 因为长期贸易的逆差 钱都跑到国外去了 美国这时候意识到说 我这样下去受不了 于是才出现了1971年 尼克森宣布要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 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 美债违约听起来很耸动对吧 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 你看看历史上都被解决了 不过也有比较小的几率是说 美债如果真的违约的话 会非常的惨痛啊 之所以知道会很惨 就是因为我们回顾历史 挖掘一下 一旦违约就是世纪大事 过去的这两次违约呢 一个是史上第二大的经济大萧条 一个是改变了整个金融市场运作的模式 我们当然大家都希望这一次的危机呢 赶快平平安安赶快过去 按照我们频道的惯例 我们最后要来问问大家的想法了 统计一下你觉得这一次呢 美国国债上限根本不是个问题啊 大家穷紧张什么呢 你如果不紧张的话就打个1吧 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有点紧张 严正以待 那就打个2 也顺便分享一下呢 你是怎么样应对这件事情啊 怎么样严正以待法 你如果是那种 金融事件好像不关我的事情啊 反正我就不担心嘛 打3 最后呢 你如果觉得啊 我根本没有钱在市场上面啊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就打个4 最后呢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一起度过各种危险的金融状况好吗 我们在市场上面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